主流捕班日高铁烏日站人来人往 其中不少上班族背着轻便背包 脚穿球鞋远离工作岗位 要把握跟随女神脚步的机会 不捕班了直接请假跟随 为了妈祖特地请假 老板没看到就好 在台北上班的上班族 一走大高铁到台中烏日 接着打开追女神神器 白沙屯的GPS App 像我刚刚在高铁上 我就看一下APP它走到哪里 就跟我们的同伴 决定要往那个王公或路港方向走 打开这个GPS 就可以马上知道妈祖联照 现在走到哪里 不少上班族 在今天补假日请假 就靠这个GPS追妈祖 光看GPS其实还不够 这一次白沙屯妈祖回宫 时间紧迫 一路火力全开赶路 而且走的是海线 离台铁火车站的各站点 其实还有一段路 早上搭火车过来 然后陪她走 然后到了晚上 对 到了晚上 然后就是坐车再回台北上班 我们如果现在要去追的话 是会比较麻烦 因为我们现在不知道怎么到 APP里有及时聊天室 相登奖们互相留言 回报联教位置 想加入跟联教的信徒 也可以在上面画虾 一起约在车站 包车追妈祖 白沙屯妈祖目前正经过彰化沿着海线北上 彰化火车站就聚集了许多头戴亮橘色棒球帽的香灯脚们 等待同伴一起出发 补班日也打不了要跟随妈祖的决心 华氏新闻 周江峰SMG台中报道 嗨 我是庄宇杰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 赶快订阅华氏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